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大家可能都不太熟悉我们 我们在相声舞台上很少出现 这位是我的搭档 他叫范伟 这是我的搭档 永元老师 其实我们今天站在这儿 先给大家报个料 什么料呢 就是说范伟不上春晚 为什么不上春节晚会 有压力 谁都有压力 不是 你不知道 自从演完麦馆之后 往街上一走 后背人就怯怯思语 说这不是那个人吗 哪个人 脑袋大脖子粗不像大块像火 一听这话掉头我就往回走 又喊着了 别回家 出来走两步 就连买菜 那个菜农都耍笑我 那茄子那天我问 我说茄子多少钱一斤 他说一块八一斤 我说二斤是不是三块六啊 他上去把我手抓住了 恭喜你 你都会抢打了 但是今天到这一看 小崔说是这个栏目的观众素质高 没那样了 挑的 见着我啊 友好 微笑 不好 我就纳闷了 同样都是电视观众 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的 别笑 啥人别说了 朋友们 原味道 谢谢啊 谢谢小崔啊 谢谢